不 我们的试卷掉进小溪里面了 我没有鱼干掉上来 试卷上都没有名字了 三张不及格试卷 一张一百分试卷 怎么办 分不清是谁的试卷了 只有一张一百分试卷 这一张一百分试卷 到底是谁的 我的我的 考试题 我全都做出来了 我就是考了一百分 我也全做了 卷子是我的 我真的考了一百分啊 说一百分试卷 就是我的 我平时都考一百分 这一百分试卷一定是我的 大家都说自己考了一百分 可是只有一张一百分试卷 我们之间肯定有人在说谎 我才没有 我们还是去问问老师吧 老师老师 快帮帮我们 孩子们怎么了 我们的试卷掉小溪里了 现在分不清谁是谁的卷子了 只有一个一百分试卷 大家都说是自己的 不是我给你们改的卷子 老师也不知道谁考了一百分啊 好 这个怎么办 有了 你们可以看看卷子上的自己 就可以知道是谁的卷子了 对啊老师 大家肯定都认得自己的自己 让我看看 小辈 给我一百分试卷 给你 其实这一百分试卷不是我的 反正这上面没有名字 老师也不知道这一百分试卷是谁的 我就说是我的 看见我进步 老师一定会很开心的 熊猫 我画 老师 这招试卷是我的 你看这上面还有我画的熊猫呢 我不信 大宝肯定是刚刚才画的熊猫 让我看看 其实这一百分试卷不是我的 可是妈妈说了 只要考过一百分 我就能去游乐园玩了 反正试卷上又没有名字 我只要说是我的 就能去游乐园玩了 小红花 我贴 老师 这招试卷是我的 你看这上面 还有我听的小红花呢 大宝 小辈 想要一百分试卷就要好好努力 千万不能说谎话 你们刚刚做的我都看见了 对不起老师 我们知道错了 我们不应该说谎 行了 你们先走吧 熊妹 小雪这一百分试卷到底是你们两个谁的 严谨老师 我真的考了一百分 这一百分试卷真的是我的 我好不容易才考的一百分 还没有让爸爸妈妈看呢 其实这一百分试卷不是我的 我没有考到一百分 但是我爸爸妈妈如果知道我没有考一百分 一定会失望的 我必须说这张一百分试卷是我的 老师 这一百分试卷就是我的 熊妹从来没有考过一百分 我每次考试都考一百分 我最近每天都在学习 小雪 你最近都在看动画片 根本就没有好好学习 我才没有 我认真复习了 好了 我们还是问问小朋友们吧 小朋友 你们知道这个一百分试卷到底是谁的吗 快在评论区告诉我们吧